张华县一年一度生态盛会2023阴阳八卦赏音活动将从3月到6月展开 除了3月18、19日两天在芬园香文德国小举办南露音生态市集与生态旅游之外 25、26日则提供赏鸟生态专车 以及两天一夜的露营与观落音的生态旅游 欢迎大家来彰化赏音享受生态美学及城市观光之旅 那今年的主活动在3月18号和3月19号 在我们的文德国小赏音平台来盛大的举行 那今年的活动非常精彩 包含了我们的生态探查之外 还有生态解说以及生态市集等等的活动 那现场我们也邀请了很多的国际的友人 这个穆斯林的友人一起来参与 那所以呢我们这个这次的赏音活动 扩展到这个生态旅游 所以我们热情的邀请我们全部好朋友一起来参加 那我们把贵命狂音列为国际级的观光活动 那以这个为基础我们扩展为生态旅游 包括山的生态旅游 所以这次我们的活动会从3月到了6月 除了赏音活动赏音专车 然后我们还有两天一夜的生态旅游 那我们也把穆斯林的旅游邀请进来 那变成系列的一个彰化八卦山的生态旅游 跟穆斯林旅游 那我们要代表观光局来邀请国内外的游客 到我们这里来体验来参观 2023阴阳八卦的主活动日 18 19日两天在分原乡文德国小展开 活动有首座教室 故事剧场 生态市集闯关活动及生态导览等 同时还准备了1200株桂花树苗 只要在生态市集中完成三个闯关游戏关卡 就可兑换一株樱花苗或灰面狂鹰金属胸章 欢迎大家来彰化线八卦山参与赏音活动 公益频道张华允张华采访报道